属灵生命的危机跟转机 属灵生命的危机跟转机来分享 来相互的勉励 我们之前讲到的几个危机 贪爱世界的危机 失落爱心的危机 随流失去的危机 以及缺乏目标的危机 那早上我们继续要谈第五个危机 这是忘记奉献的危机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伤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一段圣经里头 保罗要我们把身体献伤当作活计 并且告诉我们 这样的服饰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都晓得罗马书是保罗因信称义伟大的著作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谈到世人的罪 四章五章谈到因信称义 六章到第八章谈到信主的罪人能够得以成圣 九章到十一章谈到要怎么忍耐 最后从十二章到十六章是有关基督徒的生活 换句话说在十二章之前 保罗所谈到的都是有关信仰 因信称义的理论 有关教义的这个问题 但从十二章之后 保罗所谈到的就是有关信仰的生活部分 教义跟生活必须要有所连结 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一堆教条的堆积而已 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对我们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 把我们所听到的道理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信仰化 这个才是我们追求信仰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 保罗在这边怎么样将他所说的这些教条 这些教义把它变成落实在生活里头 在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刚刚我们所读的两节经文就是一个桥梁 换句话说奉献是信仰跟生活中间的桥梁 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强调奉献 不能够奉献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将完全不会有所改变 所以奉献是我们信仰跟生活当中的连结 我们的信仰借着奉献生活化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信仰也借着奉献符合信仰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奉献如此的重要 那到底保罗他告诉我们 这个忘记奉献 没有奉献 会带给我们怎么样属灵生命的危机 谈到奉献 我们直接联想到的当然就是金钱上的物质的奉献 但保罗所强调的不单是在物质上金钱的奉献 他更加强调的是全人的奉献 所以他在这边说要献上佛祭 把身体当作佛祭献上 那这是什么意思 在旧位圣经里头的献祭 都是把这个献祭的寄生杀死之后才奉献的 那难道保罗在这边要我们把自己活生生的烧在祭坛上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保罗他的所谓的这个献上活祭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把我们视为珍宝所拥有的东西奉献 把我们珍贵的岁月奉献 把我们活生生的身体奉献 都不令习地为神所用 这个都是保罗所谓的献上佛祭的意义 曾经有人在讨论说 当我们离世之后 把我们的财产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好不好 好不好 记得小弟当还注目这个纽泽西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皇弟兄 他们是开这个卖三明治早餐的 就在这个纽泽西的车站的这个前面而已 那小弟去探访他 有一次他告诉小弟说 他跟他店前面的一个 这个其他基督教会的牧师经常会聊天 那基于好奇 有一次他就问这个牧师说 牧师 牧师 你们教会有多少信徒 看你们会堂这么大应该信徒不少 之所以会这样问就是 每到所谓他们做礼拜的星期日早上 停车场却没有几辆车子 所以才会问说 到底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会堂 信徒有多少 牧师回答说 我们现在的信徒大概有十二个 黄帝兄啊 差一点没有 哈 这样 但是啊 对方大概还是能察觉 黄帝兄的 surprise 所以这个牧师就说 你可不要瞧不起啊 我们这十二个信徒啊 他们一半以上啊 都躺在Nursing Home 我每天啊 都要去探访他们 因为啊 他们都已经决定啊 当他们离世之后 要把所有的财产捐给教会了 那如果啊 是真的 到时候啊 我们教会将会增加十二间房子的财产 以现在的市价来算 到时候会有好几百万的收入 哦 我可是要好好地照顾他们啊 哦 所以黄帝兄告诉我 哦 没想到啊 哦 这些 这么少的信徒啊 能够为教会带来这么大的收入耶 哦 不过黄帝兄你说啊 那大概是他们西方人啊 才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咱们东方人啊 都是要把财产留给孩子的 哦 所以大概 大概民族哦 这个民情不一样 哦 那这个事情啊 让小弟联想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哦 线上活祭的这个勉励哦 哦 当然没有错哦 当 如果你离世 愿意把你 啊 留在世上的产业啊 啊 奉献给教会 啊 奉献给主耶稣 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哦 但是如果 当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也愿意啊 啊 让主耶稣能够支取啊 啊 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 啊 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 当你还活着 你所有的钱财 愿意让主耶稣随时的使用 你的生命愿意让主耶稣随时的拆牌 啊 你的岁月愿意奉献给主耶稣来用 这个总比啊 等到你离世用不到啊 你用剩下的啦 才来奉献给神用 是不是更好 更有意义 应该是吧 啊 所以小弟个人认为啊 这个献上活祭 啊 比说等到你用不到的时候 才奉献更加的美 更加的好 那接下来保罗说是圣洁的祭 随着整个世界潮流的影响 啊 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啊 这个电视媒体啦 网路媒体啦 报章杂志 到处都是充斥着 这个不断降低的道德标准 政治人物也好 影视明星也好 他们都对整个社会啊 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啊 他们经常大谈着 他们的外遇啦 又离合婚几次啦 他们呢 还没有结婚就又怀孕啦 这样的观念啊 渐渐也会影响到 这个 尤其下一代的这些青少年 所以他们的道德标准也不再像以前 甚至啊 很难达到圣经所要求的那个标准 所以当我们在要求说来到教会服装要适宜 要正派 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 当教会在人事选用上 按照圣经的标准 他们也会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嫁娶主内的就不能够当负责人 为什么离婚的人就不能够当负责人 不能当教员 当你跟他讲说 因为啊 没有好榜样 他马上就会告诉你啊 人家某某政要 甚至某某总统 甚至某某这个明星 某某的这个专家 他们也都是离婚再婚啊 哦 哪里也不是榜样 好得很耶 所以整个这个道德水平啊 整个都降低了 所以我们的侍奉不再那么的圣洁 那甚至我们渐渐地用所谓的这个 会不会做来取代的能不能做 用所谓的技巧取代的应有的敬虔态度 在乎人的掌声 而不在乎神的看法 所以我们所献上的真的是圣洁的技吗 是神所喜悦能悦纳的吗 那接下来保罗就强调说要献上的是神所喜悦的 不但要是把自己当作活计 而且要强调圣洁 并且也要是神祂喜悦 祂接受的 在这个马拉基书 第一章第八节那里 一章八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 这不是饿吗 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 这不是饿吗 你献给你的神长 祂喜悦你 岂能看你的情面呢 这是万君之神说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只是想说我要献什么给神 我要为神做什么 我们经常因着说我是为神做的 我是替教会做的 就有恃无恐啊 就非得照自己的意思跟想法不可 但是我们很少要去想说 当我们是送礼给人家 那对方要不要 而不是单单只是我给不给而已啊 所以同样的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奉献 除了是即时 是活的 是圣洁的 也必须要是神需要跟神悦纳的 那也许我们会想说 那神到底祂要什么 我怎么会晓得 其实啊 神什么都不缺啊 神只是要我们那一颗愿做的心 那一颗单纯的动机 愿做的心 那个别无所爱 单单只爱神那一份心 这个就是神要的 但是我们经常所献上的 表面上说是为神 为教会 但是里头啊 顺带啊 把我们自己的野心 把我们自己的虚荣心 通通通掺杂 一并献上 那这岂是神喜悦的呢 那有时候 我们所愿意献给神的 并不是啊 把最好的献上 也不是我们尽一切所能的来献上 也不是我们尽一切所能的来献上 但总比说不奉献好 当你在享受之余啊 你还会想到神 还会想起教会 那很感谢神 也谢谢你 传道 传道 我刚换了一部新的冷气 那旧的冷气还可以用 拿到教会来奉献给教会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换新冷气呢 因为我那个旧的冷气像坦克车一样 一开啊 晚上一开整夜都睡不着了 所以你要奉献给 专到传道房 你怕传道晚上太寂寞是不是 传道 传道 我家有一套沙发 我没有地方放啦 我想拿到教会来 教会也没什么地方放耶 反正哦 那你就替我们联络 想想看有哪个信徒需要啊 我搬来就是啦 为什么你家没有地方放 因为我换了新的家具 因为我换了新的家具 哦 这样啊 更好的对不对 是啊 哦 红木的咧 红木的哦 那既然是这样哦 那要不要把新的奉献给教会哦 那旧的那一套你继续用 哦 不讲话 传道 传道 哦 我想哦 我那个小儿子哦 把他献身啊 当传道 啊 感谢主很好啊 但是你那个大儿子也不错耶 不行啊 大儿子要当医生的耶 哦 哦 感谢主啊 哦 那个老二啊 老二也很聪明 老二也不行啊 老二将来要当工程师了 哦 那你也感谢神 哦 那你为什么要把小儿子 小儿子啊 将来你难道没有期望他当什么吗 小儿子啊 没有像他两个哥哥会念书啦 哦 那我想哦 让他当传道应该也不错吧 哦 那我想哦 让他当传道应该也不错吧 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 所要奉献给神的 这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 我们不要说跟别人比 再跟我们自己比 Raymond传道 曾经祷告会的时候 说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跟我们一起勉励 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二节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要往这个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番祭 在这里啊 神要摩西把他的儿子 而且是独生的儿子 并且是他所爱的以撒 就是他仅有的 而且是他宗爱的 对亚伯拉罕来说啊 就是献上最好的的意思 这就是神所要的 但却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献上的 有个小朋友 他在这个宗教教会 宗教教育的时候奉献 他都会把妈妈给他的那个一块钱奉献 但是如果他那个星期很乖 他妈妈会另外给他一块钱做零用钱 所以有一个礼拜啊 他很乖 所以他拿到了两块钱 但是两张纸币不一样 一张是新的 一张是妈妈去鱼市场买鱼 那个卖鱼的找给妈妈有鱼的味道的 所以当老师啊 谈起我要香煮风仙 他就恶话不讲 把有鱼的味道那一张就投进去了 但是回到座位的时候 仿佛啊一直啊 主耶稣在问他说 你为什么把那一张给我 你为什么把有鱼的味道那一张给我 但是啊 他心里头也反驳啊 那也是一块钱啊 同样可以买啊 那仿佛神啊 又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不把新的给我 你留着有鱼的那一张 也是一块钱可以买东西啊 好 在一番天人挣扎 交战之后啊 他站起来 走到奉献乡 把他全新的那一张一块钱也丢进去的 跟主耶稣说 主啊 我两张都给你 不但是给最好的 而且是给所有的 心里顿时就平安喜乐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 直到他后来安逸为直视 他都秉持着这种奉献最好 奉献所有的来服侍神 来奉献 相信啊 神一定悦纳的 那保罗接着说啊 说你们如此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保罗不是说你们如此奉献乃是理所当然 而是说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 原来啊 我们在谈事奉先要有奉献的精神 对我们来说奉献是一种耗损 是一种付出 是一种失去 主耶稣说 勉励我们要当盐 要当光 盐如果不愿意融化自己啊 就没有办法有咸味 那个热光如果不愿意燃烧自己啊 就发不出光灰来 所以溶解也好 燃烧也好 都是一种耗损 都是一种付出 都是一种失去 所以我们要服侍神 如果没有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 你绝对没有办法做好服侍的 谁愿意牺牲自己的假期 来价位服侍 为什么要找我 找别人啊 某某弟兄 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啊 把木道者带回家 对不起哦 不顺路耶 对不起哦 不方便耶 对不起哦 找别人吧 因为不愿意牺牲 所以就没有办法服侍 所以保罗啊 要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肯牺牲的服侍 好 就是接下来保罗说不要效法世界 要心意更新变化 不要效法世界 就是不要用世上的 世人的标准 这个世界 这个世人的标准啊 都是为自己的 人不自私 天诸地灭嘛 世上的人做任何事情啊 当然都要先考虑到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哦 就算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不做 但是如果啊 是损己利人的事情 我们也不做 做任何的事情都会先想 都会先求 对我有没有好处 哦 这个是这个世界普遍的标准 哦 所以保罗说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标准一样 要改变 哦 这个心思意念要整个更新变化 哦 才能够做到这个牺牲的服侍 哦 那除了这个世界的标准 不是我们的标准之外 哦 就还要进一步啊 要去查验 那什么是神 祂 善良 纯权 并且是可喜悦的旨意 哦 到底神要的是什么 哦 而不是说我要给神什么 哦 我所要的 我所要奉献给神的 哦 是神所要的吗 是神所悦纳的吗 哦 我这样服侍神会高庆吗 哦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查验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啊 都是用人的情绪在服侍 哦 高庆的时候啊 哦 没关系 什么都接 哦 不高兴的时候啊 这什么都接 都推 哦 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情绪在服侍 哦 动辄啊 就发脾气 哦 这个 厨房啊 就变战场了 哦 煮水饺就像丢炸弹一样 哦 刀光剑银 哦 刀光剑银 多么危险哦 哦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情绪来服侍神 哦 尤其啊 如果我们充满着情绪 哦 这个 同工之间啊 哦 也很辛苦哦 哦 很难捉摸你的脾气啊 哦 尤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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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再来 哦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奉献 哦 是要活祭 也就是要即时的奉献 哦 而且啊 哦 是要完全的奉献 哦 是一辈子的奉献 哦 啊 尤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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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 她的句话说她可以只奉献一个小钱 留一个小钱给自己 但是她却没有这么选择 我跟神恶意天作武一人一半啊 了不起了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跟神一半一半 更何况她是两半都给神 也就是说她奉献的是所有的 为自己毫无保留 为神是保留所有 所以得到主耶稣的奉献说她的奉献比所有的人更多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用这样的态度来服侍 不要老师跟这个负责人说我只教一记 我只当一记的教员 也不要老师说我只当一任的负责人 而是只要神愿意 只要教会有需要 我愿意义无反顾 我愿意义无反顾 我奉献所有 我奉献一生 这个才是神所要神所愿纳 神所称赞的奉献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拥有的多少 无论我们的年日还剩下多少 求神用我所有 用我一生 所以我们这一节就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到这边 这终于我们的分享和学习 我会用于是 养股后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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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